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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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季佑親事 希望你為我主持 姑爺姑娘, 請下跪 一拜天 二拜地 三拜祖先 姑爺姑娘, 請起 三拜, 拜了百發齊眉兒孫滿堂 姑爺姑娘, 敬茶給大少奶 大少奶請上座, 喝一杯芯寶茶 姑娘, 喝一杯芯寶茶 喝一杯芯寶茶 喝一杯芯寶茶, 喝一杯富貴又榮華 喝一杯茶, 大叔 喝一杯芯寶茶 芯寶, 你在幹甚麼 你對李尘寬如情無聊 不關你的事 你只都見怪我可自斷 為何是恩以難兵傳 從來未願計算 從來未願虧欠 情事暫不斷離還原 誰在雪刀劍世上最無情 誰在雪刀劍世上最無情 常言道清這自清 情願覆化了性 為何有覆飄遠 情事暫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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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錯是萬年 人世分不清 飄於世上 各岸天領 你有着无求无弱的心境 我这心脚未能忘记 情未至冬剑挂落河似团 为何是因已难兵处 从来未愿计算 从来未愿亏欠 情事暂不断离还缘 谁在说刀剑世上最无情 常言道清这自清 情愿复下流星 为何有个飘远 情事暗不断 寒不穿 对拖之马 太嫂 我见有一点门出来休息一下 你已经成家立室了 你应该留在房子陪小雄 你这样走出来会惹人嫌疑 是, 大嫂 小雄他无亲无故 你以后要全心全意地照顾他 我知道 我会教他上夫教旨知道 还要教他煮一些好的小菜来侍候你 多谢大嫂 晚了, 你好回去休息 明天见 小奶奶 这些功夫留下我们下人做的了 喝茶 不要紧, 我做惯的 不如你进厨房帮忙开午饭吧 小红 小红 大嫂 大嫂, 你坐下喝杯茶 好, 麻烦你, 你也坐吧 大嫂 大嫂, 我想问问你 你知不知道上姑喜欢什么 他呀, 他最喜欢喝酒 尤其是女儿怡雄 不过你不要让他喝那么多 他身体不好 他最喜欢吃牛肉 三分肥, 七分瘦就最合他 他最喜欢吃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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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alis 這五行神功是一種 至剛至勤的功夫 也是很難練成 稍一不實, 就會走火入魔 也是很難練成的 稍一不實 就會走火入魔 就算這是艱難的事 我也一定做到的 何況畏畏這幾本少林的武功秘笈 又怎會難倒我 你已經自謀蓋世 為甚麼還要冒險練這些功夫呢 你記不記得龍少雲 他雖然有好的自謀 可是可惜功夫不足 而魯魯雖然武功蓋世 可是可惜自謀平衡 結果這兩個人 都寫在自己弱點之下 而我是不會重蹈覆轍的 我要做到自勇相傳 才可以自保 天下間老老已循 除了李尋寬之外 再沒有一些武功高超的人 可以威脅到我們 而且我也就快仇界 成為蕭林的主持 到時候就可以號令天下 還哪兒有人 可以打你的壞主意 我就是用來對付李尋寬 師爺, 大局已定 無謂再起事端了 多管閒事, 快再練成功 好, 快再演出 我看著你 走, 快再演出 我看著你 李尋寬之外 我真的喜歡你 我說的感情是不可以勉強的 李尋寬之外 是, 是 我會讓姐姐你接回去 如果我都不會接受你 我還要為甚麼討厭你 難道我一個人也有錯嗎 我們是沒有錯 我做了你心想一切 你別走 你忘了替我拜過堂嗎 你說我們有夫妻的緣分嗎 無論如何, 你替我拜過堂 就要和我一起嗎 我們永遠忘了 你死心了 帝大哥, 帝大哥 仙兒 仙兒, 仙兒, 你怎麼樣 仙兒, 不要再練了 你再練下去就會走火入魔而死的了 你閉嘴 我說過我要得到的東西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 李岑寬 還有人為你變為我群下之神 林思音, 你不用再跟我爭 臉兒, 仙兒, 仙兒, 仙兒 你不要走火入魔而死的了 臉兒, 仙兒, 仙兒 你不要走火入魔而死的了 臉兒, 仙兒, 仙兒 臉兒, 仙兒, 仙兒, 仙兒 小熊 大嫂, 你整天做得這麼心情 你怎麼做得這麼心情 你怎麼做得這麼心情 小熊 大嫂 大嫂, 你整天做得這麼辛苦 不如我們出去走走走 好, 我也想選這筆相公 來 大嫂, 這筆筆挺漂亮的 來看看 真是不錯 大嫂, 你不是說相公喜歡這筆藍色的 不如買一筆布, 做件衣服給他吧 老闆, 就給你一筆藍色的 好... 好, 走 大嫂 你沒事吧 相公, 我沒事了 大嫂, 我先把你送回去 好, 我先把你送回去 好, 我先把你送回去 好, 我先把你送回去 還不回答我 李施主 堂堂一位大俠 不是要欺負兩個小和尚嗎 知賢大師 剛才我大嫂被兩個刺下行刺 而剛好這個大師手受傷 我很想知道為甚麼 究竟為甚麼 是 我剛才斬柴的時候 不小心弄傷了 是呀, 方丈, 我可以做證 真的嗎 真的嗎 佛門弟子是不會說謊的 這一點我可以保證 既然如此, 我也不打擾各位了 請 李施主, 請 李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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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好一點, 小熊 好多了, 謝謝你大嫂 不用 上公, 回來 上公 小熊, 你的傷勢 大嫂幫我敷藥了 幸好是平外傷來 上公, 你不要把那兩個人 那兩個究竟是甚麼人 他們為甚麼要殺我們 很對不起, 小熊 原來你認了江湖的姻緣 你不要這麼說 說對不起的那個應該是我 那兩個人原本就要來殺我 大嫂, 上公, 你們不要這麼說 我的命都是你們撿回來的 就算我死了, 我也還給你們 李施主 三門大師有要事找你 李施主 大師, 不知道找我有何要事 我總是覺得林仙兒 最近越來越古怪 大師, 你何出此意 他可以在梅花山和鬼域自由進出 我覺得他的身分非常可疑 我記得他以前曾經有過一本能依百平的醫書 而他的武功力帶點邪氣 照我推想 林仙妮應該是老老的人 但至於梅花道 我醒了 他當初上少林寺的時候 也曾經問過我有關梅花道的事 上次我在梅花山和梅花道我不知道 剛才剛才一出來就發險為疑 那他跟梅花道有甚麼關係 是呀 他在少林寺的時候 也曾經追問過貧真 有關梅花道為孤女的下落 那我就跟她說 如果她的女兒在身的話 年紀是跟她相約 難道林仙妮就是梅花道的女兒 如果是的話 天生魔性文全 我現在更加憂慮 林仙妮在少林寺出入治癒 而上次在松陽樓 我追問她有關武功口決的內容 誰知道 自然為甚麼要維護她呢 對了 大師 今天大嫂的事襲遇到刺客 我懷疑刺客是少林派來的 後來我遇到自然大師 但是她還能保持一下 我想自然的身份 真是更加扣熟給你 不行 為了少林 她一定要徹底查清楚這件事的真相 但至於自然大師她 我更加希望她 她跟自然的瓜葛 只是憑真多義就好了 林先生 林先生這個人天性聰明 機靈善變 你調查的時候千萬要小心 謝謝李叔子的提醒 我會實現 真是天性的 真是天性的 大師, 為甚麼你會在這兒? 是因為你上次說過 少林可能有內奸 才讀著少林武功備及外善 我覺得還是自己保衛不力 才讓少林聲譽受損 所以我不能再犯這個錯 我要親自巡視, 不容有失 有大師的保護, 我就放心了 雖然梅花道和老老這些魔頭已被豬滅 表面上是天下太平 其實內裡還是危機四伏 大師, 何出此言呢? 我的意思是, 雖然是太平盛世 如果我們稍有鬆弛, 不加防備 另一股的邪魔妖道 一定再起, 為禍人間 聽起來也有道理 我為了臣重起見 我想多派弟子守衛少林到處 尤其是方丈神 這樣可以讓你能夠靜心收到 不怕邪魔騷擾 好, 小心為上也好 你們聽著 管子方丈失敗, 少林及地 除方丈之外, 任何人等不得善進 如有為者, 馬上抓我來見我 是… 知賢 你在這裡幹甚麼? 我是想上去查梅花道座 沒有妖孽男堤 是嗎?我看你另有意圖 沒有,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因為全天下武林也知道 梅花道是獨來獨往 他死了之後後繼無人 又怎麼會有妖孽留下 那你真是懷疑我的話了, 是不是 你雖然是代方丈 但是你近日的言行舉止 是有很多傳移的地方 你既然叫我做代方丈的話 你這麼說就是對我不敬 是大逆不道, 為了少林 就算大逆不道, 甘願受罰 除非你解答我的問題 解我疑難 得罪了 不白無邊佛, 祖江世有何真是 江世已捨自身, 不捨匪心 不捨諸眾生 不論五界, 何為五界 不殺身, 不偷告 不邪入, 不望無, 不喝酒 不白述亂 心情不祝, 生理無傷 何為何能備知 何為何能備知, 說 你是少林代方丈, 為甚麼不知 你不是代方丈, 你究竟何方妖遺 快點說 你不說的話 我就替天難道, 集銀證花 大師, 搖命 我不是代方丈 這件事是甚麼 我也是受邪魔所逼的 才能進少林假扮代方丈 真的代方丈在哪裡?說 永遠都沒機會知道 你幹甚麼? 你殺了他?你幹甚麼殺了他? 他已經揭穿了我的身份 還懷疑我和你的事 我沒辦法不殺了他 你知不知道殺了他 我們會後患無窮的 他只不過是少林之一位老和尚 要他死得不會令人懷疑 不是很難的 你錯了 李太太告告他和李尋寬的關係 當他一個請求 終於讓李尋寬再進江湖 捨身拼命地找射離子 你現在殺了他 豈不是把李尋寬的那隻瑞絲驚醒嗎 有沒有這麼嚴重 生活和射離子在李尋寬心目中 是同樣重要的 現在李尋寬一定竭盡所能 是會引殺森湖的兇手 到時候不單是你難逃劫數 而我們身傷苦苦建立的工業 也會位於李尋寬手中 那我們有甚麼方法可以對付 兵行險仗, 唯有張計就計 引李尋寬在我們的陷阱裡 自然太魯莽了 居然殺死深門大師 唯今之計只有賊莊嫁禍 引李尋寬上門花山 原來指證他是殺人兇手 除了嫁禍李尋寬之外 有沒有其他辦法呢 我們一定要切局離子寶 我會想辦法救他 相反, 如果我們不利用李尋寬的話 就再沒有其他辦法 如果讓他查出我們的事的話 一切就會化為烏有了 不過大家都知道 他和深門大師是好朋友 又怎會說他是兇手呢 所以我們就接受了 各大門派上梅花山 到時候大家只會相信 自己親眼看到的事 這樣做豈不是會 你放心吧 我這次只是想控制住他 不會害他 那... 難道你想見到我有事嗎 尚公, 有位真人留下封信給你 那真人呢 他可能會衝衝的走了 深門大師, 不行 尚公, 你去哪兒 好, 我要上梅花山 身母大師 深母大師 大師 山湖大師 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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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湖死了 李陳輩 你竟然殺死山湖大師 我沒有 還說沒有 你親眼見到, 你不要再下來 親眼見到 那就是親眼見到我殺山湖大師 我為甚麼要殺 因為山湖查到你當日勾結梅花道的事 所以你就殺人滅口 胡說 我沒有胡說 山湖曾經跟我說過 他正在追查 當日跟梅花道一起搶奪射離子的合謀 用了適當的時機 他就會揭穿這個人的真面目 真是 山湖恩賜, 朝似塞身招 原來你當日真是勾結梅花道 要跟山湖大師報仇 沒錯 要跟山湖大師報仇 要跟山湖大師報仇 他臉色情願死灰 鮮血已經迎貌 而牽連已經死了多個事實 為甚麼昨晚死了 沒錯, 山湖是昨晚開始失蹤的 只不過讓你早逐一步在這裡 你不用再在這裡搞本 你分明就是昨晚殺了山湖 今天快要毀屍滅跡 抓住他 神經病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我知道你是受奸人拜託 我不想拿山湖的 你殺了山湖, 還想抵賴 這件事我一定會潮到水落石槌 我不會被真空逍遙敗 你現在就這樣走了 就真的逍遙法外了 那你想聽 你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清白 你敢不敢上蕭林子 等這件事查明真相之後 妨礙判決吧 我自命光明雷浪 好, 我跟你上蕭林 我自命光明雷浪 果然可以在少南出入寺 如果不是的話, 他怎麼會來探望你 嫂子 我不需要你哭 我不需要你哭 你怎麼不記得 和我拜過堂 整個親家 你真的是我上公 你被人抓了 我這個做妻子的 怎麼可以不哭你呢 師父大師曾經說過 正在追查你的事 他會寫定你不應該 他又怎麼樣 可惜你現在說什麼 都沒人不會聽 他又怎麼樣 可惜你現在說什麼 都沒人不會聽 你想怎麼樣 他倆幫我收回夫妻之禮的話 我會幫你回復清白之身 你可以嗎 他有辦法拆張架 自然有辦法幫你回復清白之身 你不用妄想 我是不會屈服的 如果你不屈服的話 下一個死的 不是林思音 就是小熊 開 如果你敢對大夫是小熊軍 你是不是要對付得住 阿里陀佛 請問龍夫人今天到來的目的是 是... 我來是帶李尘寬走 李尘寬 大家已經嚴鳴屍首 知道森湖大師早一天已經死去 你們應該可以放人 但是這樣 並不能夠證明李尘寬不是兇手 他是不會殺森湖大師的 一天沒有人證明到森湖死的時候 李尘寬是不在場的話 他一天也有嫌疑 那如果有證人呢 那就要看看這個人可不可信 他就跟我在一起 龍夫人, 你敢說會有損你的名聲 我只是把事實說出來 龍夫人, 說話有三事 要知道你是一個人有父之父 不錯了, 龍民主仲德高內宗 請龍夫人說話小心 請你們別把兩件事混為一談 我跟他在一起不代表甚麼 我只是想幫他洗脫罪 就憑你一句話 就要放走李尘寬 少林子威名遠播 想不到余甘竟然言義無信 口口聲聲道人向善 可是這裡所有的人都在歪曲公理 你們還有顏面去供奉佛祖嗎 德桑長, 龍夫人依然自有理 她竟然說了證據, 我們就放人 是 沒錯, 我們未有足夠證據 如果再把李尘寬留在少林裡 實在難以向天下交代 黃祖李尘寬 大嫂, 你根本無需用你的清白來洗脫我的罪名 你多次用你的命來換我安全 明節根本就是微不足道 可是... 大江湖實在太險惡了 想做好清者自清 根本是不可能的 為了我清白而犧牲你的明節 我終於過意不去 一切都是虛名利的 只要自己問心無懷就行了 其實你以往都為我付出過很多 我這次為了你做回一件事 又算得了甚麼 我們別說了 不如盡快離開這裡 看看怎麼應付他們 真是想不到林思音 會用明節來救李尘寬 在這麼多人面前 我實在再沒理由扣押李尘寬 他來我做主持還有十幾天 我真是擔心李尘寬 會盜破我的真正身份 到時候就前功盡廢 如果李尘寬就誰知一旦驚醒 一定會謀何反破 所以我們找到一個自保的方法 才可以跟他周旋 首先我們找一塊最安全的妻生之所 好, 天下間哪兒才是最安全的 就是這裡, 少林寺 那位少林寺 尚尚下齊心保護我 對抗李尘寬 別追, 保護林施主 是 臨寺主, 你有事儘管和大家說 我們會為你主持公道 臨寺主, 你知不知道 追殺你的是甚麼人 我們一定會盡力幫你的 追殺我的人, 是李尘寬的人 李尘寬為甚麼要追殺你 不認識他沒人性的 想殺我滅口 殺你滅口, 她為甚麼要殺你滅口 一定是關乎森湖的事 森湖是不是你尋寬殺的 楊施主, 你不怕把真相說出來 少林寺會保護你的 楊施主, 請你考慮清楚 再把真相告訴我們 這次是關乎武林正義的傳謀 現在你可以在少林寺安心靜靜 沒人敢再傷害你 謝謝大師收留 你現在知道 一切都是林仙兒搞鬼的 其實這個人是很聰明的 可惜容之不當 那為甚麼你不早點跟我說呢 我總是希望我終於一天會醒 誰知道還變本加厲 原來愛真是會令人罪惡魔 我只得到愛 做任何事都不計較後果 你回答 林仙蓮賈青被你追殺 上少林寺謀求保護 那些無相都中了他的計 他有少林寺的內應 奸妓當然不得情 可是我們不能就這樣 上少林寺大興問罪之資 不過我可以化被動為主動 第一步我會先斷其役 對付阿飛 兩位, 老老的事過了這麼久 當時也是遺世所悲 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就算了 對了, 這樣就好了 龍夫人 召集我們這麼多人來 不知道有何貴棍呢 我今天來是有重要的事宣布 我要重選盟主 重選 誰有資格同學爭 就是我 你憑甚麼 你和李尘寬 瓜田李下, 瓜葛明清, 有甚麼資格 深湖大師被殺, 真相未白 你就派人去殺絲而滅巧 都不說公理, 怎麼做盟主 你們不要真憑實據 不要胡亂猜測 我只知道, 如果由阿飛做盟主 就是武林之禍 首先要出身魔教, 站身不靜 難以行正路 你亂說 你這麼說你武林盟主之位 是光明正大得回來的嗎 當日你挾持我來逼李尘寬 把謝利子交出 用這麼卑鄙的手段來得功名 你配做盟主嗎 你再在這裡胡亂說 我對你不客氣 對你劉之貝動武 是盟主的所謂 這只是我和他之間的事 你囚犯, 你無需多管閒事 今天我是為了支持我大嫂 初上武林盟主之位而來 為甚麼與我無關 盟主之位, 有能者當之 好, 就讓大家看看 誰有資格當這個位子 好, 就讓大家看看 抬頭望, 明月正高照 赤照心, 鐘骨結未了 但我心, 像白酸鼻月光亮 習慣, 氣清風軟天 情懷愛, 從沒有哭笑 是我真的, 感到堅惹 是我真的, 感到堅惹 但你令, 深呼死鳥形再挑 令我, 不敢哭憐 旁人事, 無事我逍遙 但老天, 總海我援笑 替你青龍遇上偏遠盡了 替你青龍遇上偏遠盡了